创意比赛尽在运通 量缩到629亿 那今天量会缩那么多 第一其实一个所谓重要关键是 有可能很多的主力作手 跟一些所谓法人 他认为明天可能会放台风假 所以因为一放台风假 明天礼拜五 再来礼拜六礼拜天 那所以很多的这些法人 他今天就是少量进出 他不会太多 他不会太多 好重点我们再来谈谈 目前来讲 有很多人开始告诉你 苹果供应链不好 苹果供应链不好 对不对 好 那如果是苹果供应链不好 当然对市场上 就产生一个很大的影响 那这个影响是什么 苹果供应链都不好了 那我就不能去买 苹果供应链的股票了 但是我请各位投资朋友 去想想看 你说苹果供应链不好 你要看的不是这个 而是要去看苹果的股价 苹果的股价 好我想 所有的投顾节目不会 在这里跟各位解释 苹果 苹果Apple的股价怎么去看 好 OK 这里算给各位看 这叫苹果 这叫苹果 Apple 知道喔 苹果供应链 好你现在告诉我 这是苹果股价 你告诉我 现在苹果这个股价 这个位置是高点还是低点 你告诉我 这边一点金 两点金 三点金 四点金 也就告诉你 这里是一个密集成交线 是一个颈线 回到前面的一个所谓低档区 请各位注意 一档股票来到相对的低档区 一定 一定是基本面转坏 但是呢 技术现行它会领先 那既然来到这个地方 那你说这里是一个所谓低点 它未来就最坏了 再来要涨还是要跌 所以很多人就说 苹果供应链 我跟你讲 大部分不会告诉你 在这里一定不会跟你讲 苹果供应链不好 反而在这里跟你讲 苹果供应链不好 记住 股票在相对高档的时候 从来不会有人讲坏 股价在低档的时候 绝对不会有人讲好 所以呢 你现在就要注意 苹果供应链股票 好 OK 近期 这档股票 洪杰科 跌很惨对不对 那之前 我洪杰科怎么跟头这么谈的 来 这个我一定要跟各位谈 这是基本观念 洪杰科 来 洪杰科之前 我在这里买 这里卖 还记得吗 那来到这个点的时候 我是跟各位讲 洪杰科 它是PA的 供应放大器 来这边告诉你56块要买 那真的来到这个区域 有人会买吗 不会 这里55块 我这边算出来 那我会不会买 我跟各位讲 我算出它的低点56 它最低55.1 我就在低档买 然后低档买完 我就开始知道了 一堆人会进来 低档不会买 55.6块 不会买 然后呢 涨上来 什么点会开始买 这附近会开始买 50几块不会买 这里会买 不好意思 我在这里卖掉 6月2号我先卖一半 隔天我全部卖光光 6月2号 6月2号在什么地方 这边 我在这里买 这里卖 那现在来到这个地方 你又看到苹果的供应面又不好 所以我跟各位讲 这两天压回我会买红杰科 因为为什么 破线呢 接信破线呢 头顾老师记住 头顾老师会买这里 会停损这里 会买这里 会停损这里 会买这里 会停损这里 我会买这里 卖这里 我会买这里 所以红杰科 我大概还在过个一两天 我开始又买回 因为我会跟各位讲 郭先生 我一跟人家不一样的 就是低买高卖 头顾老师只有我一个这么做 注意哦 你如果看到一个头顾老师 在告诉你 在讲一档股票 涨很多就赚很多 几乎都在讲涨很多的股票 那你就要小心一点了 你就要小心一点了 所以我会说 我在做股票一定事先做预算 一般的投资朋友 你就跟着这些分析人员 涨很多就进去买 跌很多就砍掉 所以就像我测标边那些 承不上眼睛嘛 黑白鸾穿 黑白鸾穿嘛 对不对 我在买低涨的时候 赏户一定不会买 就来看另外一档 来 光通讯的光环 我前一波在哪里买 我在这里买 为什么在这里买 当初没看到之后 告诉你63块要买 63块这边是破线 不会有人买 我在这里买 买完以后我就知道了 散户不会在六十几块买 会在八十块以上买 这就是投资朋友 为什么 我觉得台湾的投资朋友很奇怪 你还在当散户吗 低档不会买 涨上来 哦 业绩大好 你进来买 不好意思 我在卖 我六十几块懂得买 这里我懂得卖 七十八块以上我会卖 来 注意看哦 这里几号 这是五月十一号 我举个例子给各位看 我怎么低买高卖 这里买 都没看到 那为什么要在这里买 由这一段嘛 算出这里 这个低点嘛 那这里一定是破线嘛 那四月二十一号买 我就知道七十八块以上要卖 我没卖 六月二号全部卖 这又是六月二号在哪里 八十块 六十二三块买 八十块卖 做股票就是这样 所以我一直跟各位讲 股票 不是买现在再涨或涨一段了 赏户 光环不会在这里买 这里破线不会买 不会买 涨上来 告诉你大陆那边光通讯 开始大好 你就进去买 我会卖 我买这里卖这里 对不对 8086 红杰科 这里买 我这里卖 现在在这里 我准备过一两天 我准备买回来 为什么 叠下去这里赏物又看不好了 那我刚刚已经跟各位讲过 苹果的一个股价 所以我跟各位讲 你因为手指吃你 嘴巴嘴 你还要看爱 爱人哦 请看好名 投股的市场 已经不是追涨的市场 已经不是一个老师 在节目上面讲 他赚很多的股票 比较这样 浩鼎 一堆人在这里买 我跟各位讲 七二六要卖 跌到三百多 涨上来这里又一堆人买 这种股票未来会很惨 原因理由 我当然知道 但是你不懂 你不懂 好OK 那我们再来谈谈 2498宏达店 我在这里叫你要买 这里叫你买 跌到88.7 每次跌到这里的时候 宏达店跌到这里的时候 不是外资在调降宏达店 到31块41块吗 股价跌了一段 发布利空 那代表什么 代表赏户看不好了要卖了 因为我发布利空 我是主力座所发布利空 那你赏户永远砍在地板 地板嘛 那我就是进来要卖 所以我当作跟各位讲 62块9的宏达店 用力买 我在买的时候你在哪里 我在买的时候 我深思历解叫人买 什么会不会买 不会 会不会买 不会 会不会买 VIO空袭 会不会买 不会 会不会买 不会 会不会买 会不会买 不会 买六次 等你看到的时候 我做价差 7月1号 卖一半 买一次 两次 为什么要在这里买 我解释过了 要不要再 我再跟各位讲一次 我觉得台湾投资朋友 就是这样 我没看到 都没看到 然后告诉各位 134的宏达店要卖 你会不会卖 不会 带量过前高 你在会这里再买 然后我就跟各位讲 压回 这里要买 我没看到 我是在这里买 这里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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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根 是周永明离子 又利空 跌电板 88.7以下 我还告诉你 用力买 就涨上来 这里 又过前高 我不是跟各位讲吗 股票 过前高 都不会是好现象 三不正策 过高 我不会买 我会卖 所以呢 过高以后 我是不是在7月1号 卖一半 那未来压回哪里是买点 会不会 我都事先预告给各位的 好 二四五四 联发科 这是基本观念 跌到这里赏户会不会买 不会 我没看到 郭先生的技术分析都是永远买在相对低 卖在相对高 好 来 没看到 这一根 大家很多人说 老师你为什么这样子算 这叫港屋 这叫起工KD 密集成交线 起工KD 密集成交线 上来以后 我告诉你 265 这边算263 这里一堆 一堆人在买 带量过前高 又一堆人在买 然后之前在低涨的时候 我就讲263要卖 结果这里就265 那压回来就知道193要买 我买这里 那你说 老师你有没有证据 有啦 我这都之前跟各位讲了 我每天就讲这几档股票啊 我在5月4号 5月9号 在联发科在200块的时候 我买 有没有人会买 不会 因为这边叫破线 来 这边叫破线 我是买这里 这都有抠讯单的 5月4号买 5月9号买 破线不会有人买 涨上来一堆人在买 对不对 过前高你就在买啊 那我是不是在哪里卖 7月1号卖一半持股 我买两笔嘛 在这里我先卖 因为为什么 赏户看好了 来到这边 很多人告诉你 哎呦 他可能要拼高通耶 7月1号 卖 买这里 买这里 这里卖一半 所以我就跟各位讲 我做股票跟人家不一样 对不对 所以你注意看 我在高档 在这里 红杰科 这里买 这里卖 现在来到这边 我准备要买回 因为很多人告诉你 苹果供应链不好 爽 这就是我准备要买 那刚刚苹果的股价 我已经讲过了 光通讯 很多人告诉你 现在不好 这赏户会买这里 这里会不会买 不会 我再等破线 我会进来买 我做股票就这样啊 3673的TPK 58块叫你要买 TPK这里是高点的底点 头顾老师 绝对不会在这里介绍 TPK 头顾老师会在这里介绍 TPK 这里说TPK大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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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对不会在这里讲TPK 我一直跟各位讲 TPK来到这边 从 宏导店 弹身上来 在TPK 就是我第二档 要用力买的股票 我已经跟各位讲到58块 我都事先预告的 凯胜 凯胜这里 有没有人敢买 我看到很多的 头顾节目在讲 你看凯胜跌这么多 来到这附近 非洲斑马 黑白买 散布会在这里买 我今天是有感而发 我想说 奇怪 一般的投资朋友 候派人都乱不清 来 之前 我都每天講的喔 凱森這個都沒看到 告訴你134要買 這邊130 然後告訴你186要賣 這就功夫啊 我由這一段 算出未來的高點跟低點 我完全沒看到喔 真正漲到1191 一堆人在買 我在這附近買 我在這 這都很記住 我賣掉了就不用講了 然後191 來喔 191 一堆人在買 一堆人說 喔 今年的凱森可能要漲到300塊了 130不買 190才買 然後呢 我就講 190回來 190 一堆人在買 回來106 我非洲斑馬 非洲斑馬聽好嗎 非洲斑馬 我黑白買 非洲斑馬 斑馬是不是叫黑白買 我沒有買 還沒開始漲啊 所以我跟各位講喔 賺錢 黑技術 買價點的小碗 賺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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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庫老師 你參加一個投庫老師 這個老師還要花時間準備教材 還要每一季都開技術班來教你 投庫老師收了你錢就 你們家的事情了啦 對不對 然後每天叫你追漲沙碟 所以想要有很多人告訴你 你不要參加投庫老師 因為投庫老師就要做生意 就是買漲很多的股票 介紹漲很多的股票 你看電視就覺得 這個老師好厲害 那你就跟著去 拿錢 賺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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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都是在低檔買的時候 沒人鳥喔 漲上來一堆人很好 我會賣 那我得到的是什麼 我得到的是廣大會員的支持 我得到的是看電視投資們支持 我代會員是在操作的績效 而不是在上面劃中去衝 聽得懂嗎 所以我就跟各位講 我講這種股票 凱申現在有沒有人會買 不會啦 TPK有沒有現在有人會買 不會啦 8086洪捷科現在有沒有人會買 不會啦 光碗跌到這裡賞物會不會開始買 不會啦 我會不會開始買 我會準備開始買 那重點 我們八月份 北中南的技術班開始開課 我會教什麼 用缺個率去抓 加權跟個股高低轉折點 用融資融資去研判個股的高低 還有無風險套利的一個所謂實戰 這很厲害喔 外面沒有的 嘎空 調整K 嘎空K 沙多頓K 密集成交線應用 個股當中隔日充的實戰教學 還有預算隔日 台子期要掌貨要點 還有轉折價位 三關價切割率 去算收盤點 還有多配一個所謂抠訊 跟每日的研究報告分析 好 廢話我又不跟多說啦 反正我講過那麼多 聽有就聽有啦 聽沒的也是聽沒啦 會聽得懂的一般是程度比較高的 那聽不懂的就是所謂一般的商戶 所以你連老師都不會選 那我就沒辦法了 好 我曾經跟各位講過 我在這個市場上有30年的經驗 我沒有騙各位喔 我民國75年入行 要不要我再拿證件給你看 這證件是不用騙人的 我現在有分析師執障 我民國75年入行 拳頭顧智利最深的是小弟在下不裁我 這個人叫郭憲政 民國78年第一次 我75年入行 所以我跟他說喔 你不要以為我在開玩笑 我常常說賺錢賺錢去找我 賺錢去找我 賺錢去找人 我自己去賺路過 我沒想到打拳不夠用 我是想要教一些人的技術分析 救一些人 好 任同理念呢 想要賺錢學技術的 我們八月份技術班開課 注意廣告中十段電話 我們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現場 再跟各位繼續談 好 全新課程的專屬超版金班開始開課 八月份就下個月 好 賺錢又減賺技術 全面給各位五折 那我們的匯費本來就比較便宜 又在打五折 你可以賺錢以外 跟著我賺錢以外 你還可以學得到技術 我每一季都有技術班 好 認同為你面向賺錢學技術班 速播 023898689 023898689 您是要消極的等待機會 還是要積極的創造獲利 使他貧富當年啟動至勝的關鍵 發現財富的鑰匙 勇敢做出您明智的選擇 知情再見 0223898689 0223898689 古海茫茫千變萬化 多空趨勢如何掌握 其實你可以有更好的選擇 啟發頭顧卓越理財團隊 整合優勢資源 以領先實力和一流績效 成就您的財富和美好人生 最好的選擇 永遠只有一個 啟發頭顧 0223898689 23898689 平常工作時總是充斥著各種生命 所以休假時我喜歡觸覺一切嘈雜 讓自己沉澱 享受著片刻的寧靜 Choose your online 耳排氣密窗 頭痛 請用五分珠 吹起聽 請用起聽五分珠 五分珠 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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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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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教会员都是 事先预算的技术 加权跟个股 高低转折点都可以算得出来 我们八月份开课 赚钱再加学名剂 今天全面给各位 五则非常便宜 你一辈子受用 速播 023898689 023898689 您是要消极的等待机会 还是要积极的创造获利 取发评付帮您启动至胜的关键 发现财富的钥匙 勇敢做出您明智的选择 咨询再见 0223898689 0223898689 古海茫茫 千变万化 多空虚势如何掌握 其实 你可以有更好的选择 起发头部 卓越理财团队 整合优势资源 以领先实力 和一流绩效 成就您的财富和美好人生 最好的选择 永远只有一个 起发头部 0223898689 23898689 头痛 请用五分珠 吹气贴 请用气贴五分珠 五分珠 好 台北市有限电视新选择 北多数位有限电视 挑战台北市最低价 平均月付350元 立即享有 全数位高画质影音 高收视率频道通通有 再送数位机上盒 现在就换 北多数位有限电视 0809 096 111 早鸟生办更多优惠哦 北多拍拍 net 超值游会 双小炮 青石派光纤标网 加数位有限电视 平均月付 真的只要690 加一年 再送数位有限电视 三个月 多人多机 同步无限上网 全家 ax 好